德国从上周开始逐步解封 周一 大众汽车位于德国沃尔夫斯堡的工厂正式复工 并计划在一周内将产能恢复到病毒爆发前的40%左右 而大众汽车在葡萄牙 西班牙 俄罗斯 南非 捷克和南美的工厂 也将在本周全部复工 截至周一 德国已经有15个州正式出台了口罩令 强制民众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和进入商店购物时必须戴口罩 预计到周三 德国所有16个州将全面执行强制佩戴口罩的措施 对于违反规定的个人 给予从口头警告到5000欧元不等的处罚 违反规定的企业则会面临更高的处罚 法国总统马克宏 周一与内阁部长们就全国解封进行讨论 法国的封闭令将于5月11日到期 马克宏希望届时可以出台包括重新开放学校在内的具体解封计划 预计法国总理菲利普将于周二向议会提交政府的解封计划 截至周一 法国确诊感染中共病毒的人数已经逼近16万6千人 死亡超过2万3千人 随着疫情出现明显缓解 土耳其总统埃尔段周一表示 将很快出台计划 恢复正常的社会运作 目前为止 土耳其只在周末实施阶段性的部分封闭措施 截至27日 土耳其的累计确诊病例已经超过11万2000人 死亡2900人 为应对中共病毒对经济的冲击 日本央行周一进一步加大货币刺激政策 取消了每年80兆日元的国债购买上限 同时将购买企业债券和商业票据的上限 从7.4兆日元提升到20兆日元 央行预计 中共病毒将导致今年日本经济萎缩3%到5% 日本的新增确诊病例已经连续两天大幅下降 周一新增172个确诊病例 全国累计感染人数超过13000人 新唐人记者乔安综合报导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